今天在市议会当中所进行的是 教育部门的业务与质询 有多位议员关心的教育问题 都和学校有关 首先是在左营地区 因为人口快速发展许多的国中 在招收学生的时候 都有总量管制的问题 让许多学生家长大叹不方便 不过另一方面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也有许多的小学 面临的是招收不到新生规模 越来越小的窘境 是否需要合并 带你一块来听听教育局 对于这两项议题有何看法 左营区近年来人口大幅成长 新生儿以及学龄儿童人数暴增 已现有左营国中的数量以及容量 很快就会难以附和 市议员林英荣以及周定问 在议会针对左营国中管制入学 要求教育局提出因应对策 教育局表示 将朝设置文府国中的方向 来疏解左营区人口成长的压力 预计104学年度就可以展开招生 整个完整的接着我们就会朝设校 经会的这个编类 然后来设校的方向去规划 希望能够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来整个舒缓 左营区的所谓总量管制学校的一个压力 所以局长我可不可以问比较具体的时程 新校舍的兴建到什么时候会完工 可以让孩子入学 如果按照期程来规划的话 102来讲是整个规划 那工期的工程大概是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所以大概104学年度 那么就可以开始来进行招生 104年度 所以我们的左营区的国中的入学 就会有一个新的国中在104年度会重新 会有一个新的招生 周灵温也以新兴 林雅等八个原本人口最多 现在却发生人口外移及人口减少的地区 直询教育局是否已经展开小校合并的准备 这个恋爱如果是相亲 我们先把他先把他让他们相亲 相亲的时候跟他们交往 交往看看 然后再来嘴到取诊之后就结婚 我在想透过这样的比喻 我们来做所谓整并这个做法 我想是不是可行 曾鑫辉表示 学校合并比较敏感 教育局会以相亲的方式 让小校之间先培养感情再进行合并 港中新闻王记事 王少宇采访报道